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回来看 亚洲保联球循环赛 总决赛在印尼耶加达举行 我现在看到去年那四名 首四名决赛的球员 现在我们看到胡兆康 去年就是2005年度的冠军 其实他已经有几年来打第二 终归在2005年的1月 他就打到这个冠军 但很可惜我们今年 就没办法可以看到他 因为他是进不了头八名的 那我们现在男子的准决赛 就是马来西亚的江勇拳 打这个泰国的马勒芳 泰国这名27岁的球员马勒芳 真的很幸运 因为他其实不进头十六名的 但因为有一个球员是来不到 中东的球员来不到 他就由后臂上的 而由后臂上来 都可以打到入八名 然后再入到四强 真的很难得 有时候真的很难说 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分分钟可以赢出来的 江勇拳 其实就是一个很年轻的球员 刚才我提到马勒芳就是很奇怪 他在这个半准决赛的时间 他以204赢自己的队友 林超堂 那马勒芳一直打保联局 这么久 从来赢不到他的队友 而在半准决赛 他居然赢了他的队友 所以有时候很难说 从后臂球员上来 可能真的会更勇气 刚才马勒芳打完全中之后 就开了一个三六十七分屏 但我们可以看到 刚才的球多漂亮 就保重了 但是不是吧 打完一个分屏 现在又有第二个 这个行不行 不过这个艰难一点 江勇拳 还是打青少年军的 那其实呢 江勇拳 在刚才的半准决赛 其实都是以一局207 淘汰了澳洲的科利 现在呢 其实是科威特的教练 所以呢 在这个半准决赛里面 江勇拳呢 其实呢 都差不多是打得很顺 好准的 那虽然呢 那虽然呢 刚才呢 马勒芳开了的分屏 但是他很快就打回两个全中了 咦 那江勇拳 虽然头那几格的球好像挺好 但是突然之间呢 那球就入薄了 然后呢 就断了两格 那其实呢 它开球的时候呢 那球的位置很好 但是突然之间呢 那球又深又浅 那如果你比我这样的看法呢 其实呢 真的可以说 可能是压力 那其实如果你有三个大分屏的时间 是不是你要调价一点点呢 咦 马勒芳的球都扔开了 那幸好呢 因为这个是一二号屏呢 就比较容易保重一点 但是呢 似乎呢 两位年轻人呢 都有一点问题了 但是在球道上 似乎那位置不是那么准 那其实我认为呢 虽然球道有变化 但是很可能呢 始终都是因为 现在是打这一局之后呢 谁赢了呢 又可以进去决赛 有决赛 入到决赛就有机会变冠军 所以呢 你不可以说 对这两个年轻的球员来说呢 压力不大 那现在呢 真的要看哪个调教得好一点了 看这个球入位很漂亮哦 对了 那去到第七格呢 刚用拳终归打到一个传重了 但是呢 因为它连续断了三格那么多呢 它一定呢 就要将 它的传重 串在一堆才行的了 如果它不串呢 它都很艰难呢 反败为胜的 刚才打完一只了 那第八格 那第八格 可不可以打到多一个传重呢 很紧要的了 因为一局已经差不多完整了 看看这个球 哎呀,好漂亮啊 可惜 十号平 摇一摇 摇一摇 而呢 仍然站在这里 其实如果你再看看 这个球入位 那样都很漂亮的 但是很可惜呢 那支十号平摇一摇一摇都不跌 这一只其实是很重要的 有时候真的 如果作为一个球员 在这些这么紧张的关头 而这样剩下支十号平 真是很气馁的 那现在呢 江永泉 打到第八格 就有一个保重 因为刚才呢 就是马立方 先开球 所以现在呢 就来到第八和第九格 那他呢 就将会给 江永泉 辞打一格 的第十格 江永泉 就应该等一会 就会打第九 第十格 那他才打第十格 那所以呢 他有好处呢 可以这样说呢 就说 他可以看着 你的分数打 马立方这个球呢 都是入得薄了 看到他 一路滚过去 不够 那所以呢 那支六号平 掉到那个坑里 其实也很不幸 因为他摇一摇 但是扮不到这支十号平 可不可以保重呢 可以保重呢 那他的分数呢 那他的分数大约就是一百八十多了 但是因为他刚才是这样断的时间 都洩了些水的 就会是这样子 现在给他们打倒的时间 现在去那支十号平 要做到的时间 其实要做到的时间 也会再做到的时间 那支十号平 也会想做到的时间 那支十号平 傳仲出來了 好了, 江永泉在第八格打了保重 現在又是來到最重要的那格 第九格, 他可不可以打到傳仲呢? 如果他一直打在第九、第十 他應該有六十之平 但是我剛才看他下這個球 他平衡有點不太好 好像急了一點, 中了一點點 那球打開了, 變成入位又薄 又有一個分屏, 即是沒有望了 好, 第九格才得一百三十三分 就算第十格江永泉打三個傳仲 他的分數只可以得一百六十三 這樣, 第十格 不過江永泉很小 還是非常年輕 所以他這次打到上來這個準決賽 其實已經很好了 剛才第十格, 第一球 只剩下十號瓶 即是說這一局, 江永泉最多最多 都是一百五十三的 保重了十號瓶 哦, 還有十號瓶 這個是六號瓶 如果他打到全中就一百十三分 如果不是, 就看看有多少分 現在這樣看, 根本上他已經是輸到… 即是這局輸了, 沒辦法出線了 哎, 很奇怪的 真的有很多球員 去到最後那格, 因為輸贏定了 所以他們會放鬆一點, 沒那麼緊張 球會長很多 所以最後那格, 打到全中 在這次的賽事, 亞洲保齡球協會的會長 科威特的會長就在這裡 當他知道馬勒芳是由第十七名進去 打到第十六名, 他就已經在這裡預測 他說馬勒芳一定是進入這個決賽 我差點跟他倒, 幸好沒有 要不然我就輸了 馬勒芳雖然說贏了這局 但是你可以看到, 其實他始終 就是那個位置還不是很穩定 就是說他還未曾真正找到他的位置 但是至少他現在呢 他就贏了對手 就進入決賽了 如果他打到全中, 就180分 如果是178分 這個分數是打贏了江勇拳 但是如果在決賽, 就真的很難贏得到 所以現在就是泰國馬勒芳 就進入決賽了 下一場的決賽就是馬來西亞的林陶藏 就是印尼的拉里桑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